大家好,我是希希,我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新竹人 邊吃湯圓邊講話而已 好,那現在不能說話,我們要專心的吃它 不會有石燒餅釣芝麻的狀況在吃 真的耶,上面其實有芝麻,但是完全沒有釣 大家好,我是希希,我是一位土生土長的新竹人 今天要來帶大家品嘗一道我們傳統在地的眷村小吃 就是我眼前的這一道酒釀湯圓 那這一道酒釀湯圓呢 它其實是我們的眷村第二代、第三代 傳統製程下的一道酒釀湯圓喔 那酒釀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用糯米養菌長時間發酵而成的一個天然食材 那除了可以強健我們的身體之外 還有養顏美容,還有抵抗感冒的一個功效 在這樣冷冷的冬天裡面來到熱呼呼的湯圓 真的是非常的療癒呢 今天除了我之外呢 還有一位神秘嘉賓要跟我一起來品嘗這一道酒釀湯圓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小知事長 哈囉,謝謝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 那今天這一道是我們的酒釀湯圓 據說會養顏美容 真的喔 對 不過這一碗會不會太大碗了 稍微有一點 所以這個吃完了大概兩餐都不用吃 等一下晚餐都可以擦死掉了 據說可以養顏美容還有強健身 那市長覺得這個湯圓的話 你會覺得它吃起來有特別特別療癒的感覺嗎 沒有耶,為什麼 為什麼它特別療癒 因為酒釀這個東西它其實有滋養身體的效果 對,那市長的行程應該蠻忙碌的吧 對對對,我今天真的很忙耶 真的喔 其實真的沒有,馬不停蹄 然後,剛要出門前趕快喝幾口水 其實要去看公園了嘛 公園最近還在有些晉級公園2.0版 真的嗎,我很期待 我聽說你很喜歡帶小孩去長河公園 對,因為其實地立這邊那邊算是離我家蠻近的 可是你車子停哪裡?方便嗎 我走路過去啊 就很近,對 但是市長還是蠻努力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 上任的這幾年 幫我們新竹的公園還有地下道 真的做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改善 這其實是我該做的事 而且就是我自己是在地人嘛 我也是 你是新竹出生 我是新竹土生土長的在地人 對 好,那我們都一樣很土 我們超土的 對,我們真的土生土長 對 我們新竹是孩子多 然後爸爸媽媽也都很年輕 所以非常需要公園 對 其實我小孩子其實長河公園 我覺得他的那個大樹的那個空間 這樣非常的放鬆 還有其實像動物園 新竹公園也是那麼長 超長去的地方 新竹公園超棒的 因為它好大好大 對 功能很強 有動物園 有田徑場 有孔廟 有Live House 對 還有波公館 對 所以其實去到那裡 半日遊都沒有問題 對,沒錯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公園的改造嗎 還是有什麼樣新的一些 土地市民的一些政策呢 我們Always都在土地市 不是土地市 土地有一點奇怪 不會 讓市民受惠的一些政策 其實棒球場快好了 對,年輕人很期待著棒球場快好了 是 然後我們的兒童醫院明年也就要好了 對 四月就好了 那另外呢 對民眾來說可能會比較有相關的 就是晉級的公園2.0版 那這個也好多啦 好幾個地方的公園的改造 那如果大家也尹謹期待的應該就是總圖 總圖我非常期待 對 那過去就是因為現在公共工程喔 發包都不太順利 嗯 那全國都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努力 希望能夠找到好的營造廠商 是 對,那如果找到了很快它就 兩年左右的時間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OK 對 所以其實很多很多的建設都持續在推進 是 真的是非常感謝市長 不會 你的努力大家有勿共度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謝謝市長來一起吃我們這個 養顏美容強身健體的酒釀湯圓 那都知道了 大家都希望大家能夠吃湯圓 長一歲 歲歲 平安 團團圓圓 那我們來乾杯 乾杯 湯圓乾杯 湯圓乾杯 沒有種情緒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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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巧遇了小智市長 那現在呢 我們來到一家 我也是個人非常想要推薦給大家 將近四十個年頭的眷村早餐店 歡迎來到我們的眷村旁 介紹我們的小朋友們 你好 大家好 哇那現在我們桌子擺了那麼多道的美食 小胖老闆有沒有最推薦想要推薦給我吃的 我真的蠻推薦西奇可以吃吃看我們的燒餅 喔 我們的燒餅的工法就是跟一般外面比較不一樣 我們的燒餅呢都是用平底鍋乾煎的 跟外面的燒餅一般用烘烤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其實是更軟的而且很舒服的感覺 真的 而且不會有吃燒餅掉芝麻的中控餐 真的耶上面其實有芝麻但是完全沒有掉 很厲害耶 還有這個油條 我們的油條啊 可以看一下 哇真的很大隻 真的耶 真的耶 很巨大 有些客人看到我們的油條都會說 欸老闆我只要買一條不是買兩條喔 結果這是我們家一條 一份就這樣 一份的份量 哇 對 我們每天早上就是油條線炸 所以很多客人來到我們這個地方都是吃的一個 就是懷念的一個情感 對因為爸媽經營這個店30年 我們年輕人接手大概7年左右的時間 那很多客人都是從爸媽那一帶就吃到我們這一帶 所以很多人來這邊現在都是吃了一種是懷念的情感 對跟小時候的味道這樣子 剛剛其實我們聊天有聊到說 這個我們眷村旁已經快要40年的歷史 那你們大概接手大概可能將近10年 那在您接手之前是從事別的工作是嗎 對 真的是相差很多的工作 是什麼呢 我以前是一個英文老師 英文老師 對 有點難想像耶 就是英文老師跟早餐店老闆 好像有點接不起來耶 對 那我也是撐了很久然後才回來的 為什麼 有是什麼樣一個契機讓你覺得說 欸好我就是轉回來接手爸爸媽媽的早餐店 其實一個契機點其實就是 我看到越來越多就是比較資深的店家 是 可能三四十年以上的店家說關門就關門 是 那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些老味道必須要被保存下來 不然真的現在人不會知道以前老味道是有多麼的美妙 對 對 所以 當我看到這些訊息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面就會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我是不是也應該要回來 把爸爸媽媽這個 早餐店把它結續下去 是 對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勇氣的一個決定 也是應該會有一些眷村的叔叔阿伯伯阿姨們 很懷念這樣的一個就是傳統的老味道吧 對很多 因為我們從以前的舊的店家到現在新的店家也 很多原本的客人都一路都跟隨我們 追隨你 就是我們到這個新的地方來 對 那來這邊其實這樣一個很重的原因 也許是因為我媽媽的關係 以前在舊店的時候呢 我媽媽點餐的時候是用麥克風點餐的 對那個年代其實很多人喜歡聽 他用麥克風點餐的聲音 因為我媽媽點餐的聲音非常的好聽 而且人家說他唱歌非常像蔡琪 對 就是低沉有磁性的這個感覺 對很多人說他非常的溫柔 對 對 那老店家我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到了新的店面我們轉型 變成用POSE機點餐 對 那當然客人還是非常的喜歡來跟媽媽 因為味道就是傳承下來的 沒有變過 除了食物的味道還有人情味的傳承 人情味也才在 對 那可是以前眷村的生活呢 就是大家家家戶戶的感情都非常的良好 而且到處可以串門子 是 對 那現在我們可能比較缺少這樣的機會 對 但是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新的店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發現 我們把眷村的精粉帶到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跟周邊的鄰居處了非常好的關係 是 剛剛有聽說 對 就感覺是那種 大家 很像在生活在一個小眷村裡面的感覺 會互相幫助的這種感覺 會互相幫助 在現在的生活裡面 可能就是比較難得可貴的一個部分 對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也很感謝我們附近的鄰居 對我們這麼好 對 那俗話說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早起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我們 滿滿傳統味的眷村早餐 那今天呢 非常感謝非常榮靜來到我們的眷村房 謝謝我們小龐老闆 謝謝 也歡迎各位朋友來到新竹來體驗 看看我們濃濃的眷村味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